一旦汉人大帝流彻 正在暴走祸取兵 整个大汉帝国也只有汉武帝能走小户了 不解记得他在乎了一脚 汉人大帝直骂他小子外仇和丝绸 都分不清 匈奴之患才是汉帝国最大的为难 或许并为了替舅舅魏清出气 自行射杀李广之子李感 不要汉武帝一番暴打 他还是不认错 竟然嘴将 狠人大帝自己都打累了 他此时才想起来主妇 演八年前告诫自己的话 刀子磨得太快太锋利 用起来顺手 可也无法长保 今日果然应验 虽然李敢冲撞大将军魏清 犯了购军之罪 李当斩之 但也应该由廷尉府执行 霍去兵耐用私刑犯了故意杀人罪 称为贼杀 按律当住 即使以前赎罪 但也要吃夺君爵 废为树人 不过谁让他是霍去兵的爱将呢 狠人大力选择迅死舞弊 封锁消息 赶霍去兵去收方城 以此来躲避朝城的非议 陛下保住 小霍愤愤不平离开 刘彻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 这是他和霍去兵最后一次见面 过了几个月后 汉武帝怎么也事不踏实 感觉心里发慌 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此时霍去兵正在受方军巡视 突然感觉天旋地转 一头栽倒在地 这一阵子一直这样 赵棍弩劝他回长安治病 果然汉武帝的预兆最终 还是应验了 赵棍弩一身白色丧腐 返回长安城报告 他通过楼梯跪倒在地 霍去兵果然突然去世了 刘彻在殿里夺来夺去 看着霍去兵的尸体 满了一辈子的狠人大帝 一下子六神无主 痛到寸断肝肠 可死咬着牙不让自己发出声音 来回多不难以相信此事 这一年是公元前117年 汉武帝39岁 大将军魏清大概33岁左右 霍去兵则仅仅24岁 堪称大汉帝国现实外挂 12年后魏清去世 刘彻还要再伤心一次 汉武帝因霍去兵累累战功 下令将霍去兵陵墓修建成 祁连山形状 陪葬茂陵 以彰显其打通河西走廊的功劳 是号称景环 智之大徒约景 品德美好之意 辟图远福约环 开拓江土位镇远方之意 汉武大帝里说 霍去兵是出击河西匈奴时 感染了瘟疫 然而瘟疫一般发作几款 不可能潜藏四年之久 很可能是得了疾病 霍去兵作为少年战神 25岁以下的战绩里 没有人能超过他的 冠军侯三个字震撼古今 无人在感用 经常有丞相名为冯去集 然而因为霍去兵的存在而名为众人 只有一个南宋新奇集 有些霍嫖摇一风 霍去兵创造的闪电战打法 改变了一个时代 风浪局需更是成为了所有武将的梦想 随文第十七第一功臣杨素写实称赞 飞呼出塞北 劫世纸辽东 冠军云汉海 长平一大风 云横虎落阵 气暴龙成红 腾行万里外 福运百年穷 他的夭折是汉帝国的一大损失 也是中国战争时的一大损失 喜欢的朋友欢迎一见三连 我们下一期视频 再来分享其他精彩故事